各位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再度收看操盘高手 我是高宪荣 您现在收看的节目是我们在4月22号 跟大家所做的专业台股报告 继续提供大家最专业的解盘分析 希望对您的操作能够有所帮助 当然也都欢迎大家 当缘分到了的时候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共创双赢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昨天由于FED的主席鲍尔 暗示了大家 今年FED这地方可能会开始加速升息的力道 未来几次的一个利率决策会议 可能会讨论每次都给他升息个两码 0.5% 0.5%的一个这个加息的力道 让整个这地方美股四大指数 同步的这地方开高走低 再度的下杀 尤其NASDAQ指数又大跌了278点下去 那这也让台股指数的部分呢 一开盘就开低之后出现个急杀 盘中一度是下杀了204点 不过接下来跌幅并没有扩大 在低档持续的一个震荡之后收盘这个下跌102点 收盘指数收在17025点的位置 这个勉强收在1万7000点之上 那以周线来看今天礼拜五收周线 则是在上冲下行之下收了一个小红K 重点是当然指数今天收盘在1万7000点之上 下个礼拜还能够继续的守住吗 到底这个盘式该如何操作 很多投股老师都叫大家 现在要把电子股破底了赶快卖掉 改去追传产改去追生计 这样真的可以吗 好针对盘式的部分 我们待会再来跟大家做详尽的说明 节目一开始还是要先按照管理 来跟大家报告一下 现荣老师今天给会员朋友 操作建议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的操作指令比较简单 好这地方找盘分析完指数之后呢 10点50分 由于大盘开低急杀之后 低档在这里来回震荡 空间也不算是很大 很容易形成我们所说的多空双杀盘 就是你看到找盘指数开低急杀 你急着跑去追空 反弹上来赚不到钱 反而空在低档 那你说抢个反弹 也没有什么这个获利空间 就反而今天做多做空 都很难赚得到钱 包括现荣老师 也没有能够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适合来做操作 因此我们就不勉强出手 建议会员朋友 当冲作战修兵个一天 等下个礼拜我们看准了目标 再来帮大家继续掌握赚钱的机会 这就是我们操作的原则 先求稳再求胜 稳中求胜之下 我们坚持 不拿会员朋友的血汗钱 去做赌博的动作 当然你说 那没赚钱也要拿出来讲 没错 我常常强调 这就是现荣老师这么多年来的坚持 每天都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有赚钱没赚钱 我们都会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包括其实休息等待 也是操作的一部分 那我只求认同现了老师 这样子理念的投资朋友 缘分到的时候来找我们 所以我们都会继续坚持下去 虽然不能保证大家天天都赚 但是我们也给大家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当冲股 我们当天带你进 会当天带你出 第二个每天最多只会有两档当冲股 来给会员朋友操作建立 一千多档两千档 我们找最有把握 有获利空间的股票来操作 没有好的机会 像今天我们也宁可休兵 第三个保证 每个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会是相同的股票 所以所有会员朋友 今天我们休兵当冲休兵 我们也是通通都休兵 那第四个保证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的不一样 老师当场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就是这样给大家 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继续用最高标准 要求自己坚持不说谎 不骗人 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欢迎认同县隆老师理念 跟上我们的脚步 当然这边也要跟大家强调 很多人讲到当冲 可能你会在报纸上 都听说当冲这地方 就跟赌博没两样 其实我会这么说 如果你觉得当冲是在赌博 那只代表一件事情 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在做操作 所以你觉得你是在赌博 但是我这么说 如果你没有正确的方法 在做操作 永远都只是凭感觉 盲目的在追高杀低 那其实不管你做的叫做当冲 还是叫做波段 其实都只是在赌博而已 跟你做当冲 还是做波段 没有关联 没有正确的方法 都是凭感觉 盲目在追高杀低 那就都是在做赌博的动作 所以现龙老师做股票 一直强调 关键在于 你有没有一套正确的方法 也是所谓的SOP 那现龙老师都没有常思 每天都不厌其烦的跟大家讲 我们就当冲 每天会按照专业SOP 第一步观察盘式 先决定好 该做多还该做空 第二步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要做多 我们会先买 我们会找大户进货 转强的股票买进 要做空 我们要先卖 我们要找大户出货 转弱的股票来做卖出 第三步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最后一步 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这是我们操作 每天在遵守的SOP 复制成功的模式 那坚持这样的一个原则 有看绝的目标 才来做出手 这样赚钱才能够长长久久 所以像今天 盘式开低急刹之后 低档来回震荡 容易形成多空双杀盘 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我们就不勉强出手 宁可今天不赚 等下个礼拜 看准的目标 再来帮大家掌握赚钱机会 坚持不拿货源泡的血汗钱去赌博 但是当我们看准了 像这个月 我们操作过很多 这个地方 4月6号中美金 先卖后买 两块多价差 七张 一万五入贷 对不对 三幅画 看准了 这个地方大户拉高 反手出货 208 这个点五卖出 杀下去 204.5以下买回 尾盘还一波急杀到19几 至少四块价差 五张两万以上开开心心 放进口袋 有这样的机会 我们自然会帮大家好好把握 慧阳KY先卖后买一块价差 十二张又一万二 步步小步 中美金再做一趟 先卖后买 四个地方三块价差 七张两万多 又放进口袋了 那创为 这礼拜二 我们也做过 这个先卖后买 三块价差 五张一万五 又赚起来 那这个前天 我们做华星 这个卖在44.2平均 杀下去 43.2买回 总低价热门股 一块价差 一张一千 一百万可以做个三十张左右 很多人一天加薪了三万块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就是这样的一个操作方式之下 这个月累计下来 当然你看到 我们没有天天出手 总共十一次有成交 六胜二负三合 当然稳赚不赔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至少要走足够的胜算 再来做出击之下 听亏相抵之后 你看到累计报酬率 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仍然有7.9% 就是假设每一党用一百万左右来做操作 假设你有一百万的资金在做操作 这样一个月不到的一个时间下来 目前累计报酬率 这地方超过五位数 往六位数迈进之中 都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就是这样的原则 持续努力 要帮助会员配要 看准了目标 再来做出手 如果说投资 认同这样的操作方式 更认同县龙老师这样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每天有赚没赚钱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都欢迎大家 缘分到的时候来找我们 好好跟上我们的脚步 一起利用快打当冲 来多掌握一份收入 多创造一份薪水 好 回来继续来谈到大盘的一个走势了 当然大盘指数的一个部分 从上一波大盘上个月 反弹到一万七千七百多点 我们已经提醒过大家 虽然好像还没有马上要反转下跌 但是接下来上档压力重重 一八六一九 一八五七五 一八三三八 一八零二六 这个地方已经压在那里 好 那再加上这地方 这个台币当时又连续五天的贬值 代表说外资虽然看起来卖押 占缓 但是整个提款危机 其实都没有解除啊 更要去提防美国科技股当时在反弹 但我说过那就是一个修正复乖离 现在半年线已经跌破年线 等修正完复乖离 碰到半年线之后 很有可能就要再度的反转下沙 这都是我们当时提醒过的 后来也如我们所说的 美国NES的指数 科技股的部分 反弹碰到半年线 开始一连串的一个下沙 也引发了外资的卖押再度的涌现 那也让台北股市加权指数 这个礼拜再度跌到一万七千点以下 那目前这个礼拜 短线上就在一万七千点附近 来回震荡 有点就各股各自表现的状况 当然指数的部分 现在能不能够像之前 16764 16808一样 破完一万七 又开始这地方反攻上去呢 仍然强调 关键在于 一台币 二美股三量能 那如果说台币能够稳住 美股也能够回稳 台股接下来补量 来到这个 接下来多方攻几两两千八百亿就好 这就有机会往上攻上去了 可是目前来看 好像台币贬市还没有停下来 也就代表外资提款危机还没有解除 尤其美国科技股半年线 年线已经正式的死亡交叉 整个资金泡沫破灭 转空的危机 人为化解 偏偏又碰到了这地方 这个升息的压力 代表说 这一波真的通货膨胀 比大家 比FED去年所想象的 严重很多 去年FED还一直强调 这只是暂时性的不用怕 现在发现 好像现在才来害怕 有点太晚了 那这种状况之下 当然我们都还要提防 美股科技股 会不会有持续转空的危机 更重要的是 很多公司因为赚完了机会财 现在业绩已经开始高峰滑落 那有些是投机股 第一季做梦行情炒完了 逐利出货走人了 都提醒大家 就算未来指数 能够真的如预期 再沙拉高上去 这种业绩已经开始 高峰滑落开始下滑 或是已经逐利出完 货走人的投机股 那种股价高点都不会再来了 这一点要提醒大家 所以现在这个盘子 17000能不能够守得住 当然这地方先放在一边 我觉得是还有机会 但是重点是你要在这地方 就跟他读指数会上去吗 不是 那要跟很多投股老师所说的 现在把电子股卖掉 改追传产生计吗 你会看到很多投股老师 永远都跟大家讲 指数在那里来回震荡 不用怕 跟着买强势股都会大赚特赚 现在又要叫你去追生计股 要叫你追传产股 但是我只提醒大家 那现在在叫你追生计股 叫你追传产股的投股老师 三个月前在叫你买什么股票 你会发现三个月前 这些投股老师 很多都在看好 例如说第三代半导体 环金啦 中美金啦 文贸啦 当时是不是一堆投股老师都告诉你 这才是台北股市的主流 这个地方第三代半导体大幅度成长 未来这地方就有台积电 那这个下一个台积电会出现 一堆人在推荐 结果呢 你看到三个月之后 文贸从390掉到220 中美金从240掉到158 环球金从900掉到六字头 现在跌到五字头 都在持续的破底 对不对 然后又看到几个月前 是不是一堆投股老师在看好 什么元宇宙 那时候我都提醒 没有人会这个地方 就像特这个特斯拉总裁 马斯克所说的 没有人会想把这地方 荧幕绑在脸上 那这种状况 元宇宙就只是一个题材而已 主力在那边炒完 你看到接下来呢 宏达电90几掉到50几 威盛100多掉到50几 高点都不再来了 现在重点是 几个月前在推荐这些元宇宙 第三代半导体的投股老师 现在都不叫讲这些股票了 反而在你去追 传产去追生计股的时候 可以吗 好好想一想 小心啊 就像我之前所说的 昨日主流 今日放水流 今日超强 明天可能变套房 这一点都要再三的提醒大家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那指数能不能够上去 我觉得有机会 但是我们不把 这个赚钱的希望 放在指数身上 而是这地方 要这地 采取稳扎稳打 先讲求控制风险 再来掌握赚钱机会的操作策略 那么最好的策略 当然就是我们的快打当冲 我们可以发挥盘中满手 赚了就走的优势 盘后空手 更让你高枕无忧啊 盘中满手 有赚钱机会 你看到我们会努力帮大家掌握 这个月我们也不是天天出手了 对不对 但是总共 这个11次出手 有成交之下 6剩2负 3合 你看到 还是可以创造不错的报酬率 100万操作下来 一个月加薪格这地方 这个5位数 6位数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有赚钱机会 努力来把握 但是有赚没赚 盘后都不可以保持空手之下 你就可以不用担心 害怕 美股一下子大涨 一下子可能又反手大跌了 怎么办呢 这样才能够顾好生活品质 早上赚到钱 下午就可以去逛逛街 喝个下午茶 重点是晚上 睡得安安稳稳 睡得饱饱的 这叫做生活品质 而且受到快进快出 受到大盘趋势影响 会非常的低 我们操作又灵活 好的机会 攻击机会来临 我们可以先买 但是碰到整理盘 我们也可以先卖 同样都能够掌握赚钱机会 重点是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避免了股票爆了一堆 到时候万一行情 真的又反转跌下去 你会不会有一堆股票 爆在那里 套牢一缸子 满手都套牢 受伤惨重 我们都不会 风险降到最低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 让你资金灵活运用之下 天天掌握赚钱机会 所以我们说 这才叫做最好的操作策略 快打当冲 盘中满手赚了就走 盘后空手高枕无忧 当然我们知道 很多人做当冲 可能这地方没有时间看盘 当然不行 更多人做当冲 想要自己操作省点钱 结果呢 都是凭感觉 盲目的追高杀低 行情好赚个几百块 一两千都有 行情一不好 追了就套牢 追了就套牢 然后又不懂得控制风险 常常在地方受伤惨重了 才要赶快跑 到最后你都是赚小钱赔大钱 到最后自己操作省了小钱 反而因此赔的更多啊 怎么办 我们知道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有我宪龙老师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你会看到每天我们按照专利SOP 观察盘时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确认转折才果断出手 并且遵守纪律理性操作 绝对不勉强 像今天4月22号 指数开低急杀之后 就在那低档来回震荡 找不到符合条件的个股市和操作 我们就不勉强出手 当重作战 休兵一天 休息 等待 也是股市操作 很重要一部分 我们坚持不拿会员朋友的血汗钱去赌博 等下个礼拜看到目标 我们再来帮大家继续掌握赚钱机会 等看到了目标 像这个月我们中美金 这个地方大户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172.5以上是短空先卖 最高就来到173.5 下杀170.5买回 两块多价差 七张一万五 开心入贷 三幅化 看准了隔日冲大户 拉高反手出货 一早208 209顺利的卖出 平均卖在208.5 杀下来204.5以下买回 尾盘还最低有19几 至少就四块价差 五张就两万以上入贷 看了就这样的目标 我们就来出手 慧阳KY88.3以下短空先卖 杀下去87.3以下买回 一块价差12张也有1万多 中美金再做一趟三块价差 七张又2万多入贷 创围三块价差 五张又1万多入贷 甚至像华欣 前一天一堆人看到涨停板 就追高 等大家高上去 大户反手出货 我们44.2短空先卖 反手急杀下来 43.2以下买回 成功的赚进一块价差 30张操作下来 一天加薪个三万块 你看到不是不可能梦想 那这个月就是这样的操作方式 当然有赚一定有赔 我们每一笔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赢亏相抵赚的扣掉赔的之后 目前累积报酬率来到7.9% 就是假设你用100万左右资金操作 一个月目前累积报酬 五位数甚至往六位数来做迈进 这都不是不可能梦想 那么如果说投资 认同现荣老师这样的操作理念 也想利用快打当冲作战 稳扎稳打稳中求胜的方式 帮自己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税 特别帮大家争取的现实体验358的专案 好好把握住这一次的机会 广告休息时间就欢迎跟我们做联络 休息一下第二阶段 还有更重要的内容马上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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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大家好 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再跟大家强调一次 台北股市的部分 即使大盘指数有机会从17000点再度的反攻上去 但仍然要提防 除了美国科技股的走势之外 很多公司已经赚完机会财了 业绩已经从高档滑落了 很多股票 很多投机股做某行情已经炒完了 主力已经出货走人了 这种股票记得高点都不会再来 那现阶段对于小资组来讲 要掌握赚钱机会 仍然要提醒大家顾好风险 那么最好的策略 当然也就是我们的快打当中作战 发挥盘中满手 赚了这种盘后空手 高枕无忧的策略 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那看到这个礼拜 我们已经锁定 包括这地方礼拜二的创围 发现到这地方 这个投信持续在转卖 大户持续在出货 转落讯号出现之下 先卖后买 4月19号 成功的卖在231以上 228以下买回 尾盘还杀一波最低到221.5 至少就三块价差 五张至少就15000 稳稳的放在口袋里 礼拜三做划新 前一天还锁涨停 隔日冲大户 隔天再拉高反手出货 转落讯号被我们发现之后 建立会员朋友 短空先卖 平均卖在44.2之后 杀下去43.2买回 成功的一块价差 低价热门股做个30张 很多人一天就帮自己 加薪个3万块 那今天没有好的机会 我们就不勉强出手 坚持不拿会员派的血汗钱 去赌博 等下个礼拜看准了目标 我们会继续稳扎稳打 稳中求胜的 要帮大家来掌握赚钱机会 也欢迎大家跟好我们的脚步 目前累计报酬率 这个月来到7.9% 继续往两位数 往六位数的一个目标 来做埋进之中 那如果是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当然很多会员 这个投资朋友来找我们 说他资金比较大 可能有500有1000万 你说全部拿来做当冲 好像也不行 那这个部分 我们只会帮大家锁定 真正有爆发力的产业 业绩有成长动能的公司 而且趁着股价 有机会站上起涨点的时候 来低档布局 像这个月 最近跟大家介绍的这一档 网通设备大厂 来今天看一下 就是代号3596的置意 他就是受货于5G用户 大幅度增加 线上学期 线上购物 影音串流的需求 大幅度增加之下 带动了他的一个 网通设备换机潮 三月营收 创了历史新高 启动成长动能 所以当别人都说 电子股不行的时候 你看到 这样子业绩 有成长动能 做后盾 然后呢 这地方公司 也在订单满手之下 开始积极扩充产囊 要来推动 今年明年业绩 持续的成长 这样的股票 法人都在进场卡位布局之下 你看到 我们也在礼拜一 4月18号 建立会员朋友 当时有一早9点多 通知会员朋友 波段 VIP波段的潜力股 大资金的投资朋友 锁定这档3596的置意 116元以下分批布局 长线潜力看好之下 上档暂时不受目标 那当时股价 你看到116元以下 逢低布局之后 当天没有涨 隔天开始 4月19号收盘大涨了4块半 开始发动 4月22号继续的走高 两天大涨了8块半 昨天大盘这地方小幅拉回 他还是稳步收红 三天涨了9块钱 今天大盘下沙白点 股价又继续的拉高上去 收盘已经来到130元 又大涨了4块半 虽然没有像一些投机股一样 蹦不动就涨停 但是继续的稳步上涨 现在已经创下波段新高 三天下来合计大涨了14块的一个幅度之下 你看到从礼拜一116元以下买进 到今天收盘130元 盘中最高131.5 已经有人30张操作下来 一个礼拜四十几万了 当然不是叫大家急涨去追高 拉回要买也是拉回找买点 最好是跟着我们一起买在起涨点 那我只是要强调 真的现在只要锁定趋势向上的产业 业绩成长的精选潜力股 都还是有机会掌握赚钱机会的 当然这个部分我们都会继续努力 如果投资炮认同现荣老师 这样的操作方式 大资金有波段需求规划 想要锁定像智利这样子 趋势向上的产业 业绩成长的潜力股 好的出手时机再来做买进 或是小资族想要利用快打当冲 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的 现在都欢迎大家好好把握住 这次给大家争取的限时体验 358的优惠专案 如果是特别会员大资金 有波段需求规划 另外会有特别的优惠给您 详细的内容想要深入了解 都欢迎指名加入 由我献榮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让我们一起来征服国海 共创双赢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立则